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Cole,歡迎大家跟黑貓一起練日文 很久不見 因為有兩個星期被暗默 都沒有拍片 今個星期開始想抽多一點時間 希望可以繼續一起看新聞 今天看的新聞 我覺得很多單字 大家未必認識 但我覺得可以學一下 所以就特意選了這一篇 就是關於 Insider的一些貨幣 我們就一起來看這個新聞說什麼 Insider 取引 Softbrain元幹部ら四人告発 System開発 Softbrain下部 Insider 取引 Softbrain元幹部ら四人 商品取引等 監視委員会に告発されました 商品取引等 監視委員会によりますと Softbrainの内部監査室長だった 宮沢和弘氏 56は 一昨年7月 ソフトブレイン株の公開買付情報が公表される前に 知人の男女3人にこの情報を伝達したり 凶暴して買い付けていました 購入額は合わせて2100万円を超えますが 売却益などは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ません 商品取引等監視委員会は 宮沢氏と3人を東京地方検察庁に告発しました 告発された4人のうち 2万株をおよそ670万円で購入していた 会社役員の西野孝英容疑者 55はすでに東京地検に逮捕されています 前Softbrain高級主管及四人被指控内部交易 4名前Softbrain高管被證管交易監督委員会 指控参与了系統開發公司Softbrain的内幕交易 據證券交易監督委員会稱 7月發布Softbrain股票的要約收購訊息前 担任Softbrain内部審計辦公室主任的 Kuzuhiro Miyao Jawa-sen先生56歲 告示他認識的3名男女 是通過傳播訊息及傳統來購買的 總購買金額超過2100万日元 但未披露銷售的收益 證券監獄監督委員會 已向東京地方檢察廳 指控龔澤先生和他們3人 在4名被告中 以約670萬日元 購買了2萬股股份的公司高管 西野孝壽55歲 已被東京地方檢察廳拘捕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單字 是我們很少在教科書裡接觸到的 可能大家真的要生活過 或者看新聞才能學到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找回這篇原文 然後抄抄一些生字 一起學習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幫我訂閱和分享出去 我們星期三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